杜蘇瑞在中國大陸帶來強風豪雨 光是在不見省就有88萬人受災 討災已經減落消散 愛吾國界慈禁人議會在斯里蘭卡 一間田鄉醫院舉辦了慢性病篩檢 守護居民健康 今天在彰化體育館登場的 無量一把水送 有1600人共同演繹 要呈現的是刺激的信任之路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7月29號的 大愛夜安新魂 我是呂思軒 台灣才剛經歷杜蘇瑞颱風的侵襲 今天在東部和南部地區 都還在全面清理不源中 然後杜蘇瑞在昨天登陸了福建省之後 瞎待的強風豪雨 在華南地區就爆發了 嚴重的土石流和洪水災情 統計到目前為止 光是在福建就有88萬人受災 而農損加上當地的經濟損失 已經超過了21台幣 儘管杜蘇瑞現在已經消散 減弱了 但是他的對流影響 當局還是針對了福建 浙江以及江西 還包括了河南和山東 都發布了防汛的三級警戒 提醒當地民眾一定要留意 極端的嗆降雨 背著妻子在救援人員的搀扶下驚險撿回一命 杜蘇瑞雖然已離開福建 但遺留的災情相當慘重 街上樹木倒成一片 多處電力和基礎設備遭到破壞 福建 江西和浙江等地爆發洪災和土石流 救援隊疲於奔命 目前的統計 福建省有88萬人受災 然後集中的轉移安置有35.44萬人 目前統計的災情的損失是4.78億人 但是4.78億元 但是這個災情還在進一步統計當中 我們有對那些樹木進行修剪加固 但是這次颱風實在太大了 那些比較大的樹木還是倒幅 初步交通已經疏通好了 杜蘇瑞殘餘環流將繼續北上 中國大陸氣象局預測 直到8月1號上午 河南 山東和津津濟濟地區 都會出現極端降雨 治災風險非常高 當局已將津津濟濟 掳浴6個省份的防汛應急響應 提升到3級 老鄉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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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快點 救援人員到達現場後發現 村裡部分路面積水將近2米深 專家分析杜蘇瑞本身攜帶大量水氣 且持續時間長 在疊加東風和地形的增幅作用 降水將非常極端 甚至可能突破歷史記錄 當局提醒民眾仍需加強防災準備 切勿掉以輕心 大海新聞 洛澤靖編譯 世界各國都在為垃圾減量 以及環保再生的問題找解決方法 接下來要看到的是寸土寸金的新加坡 這裡有全球第一座用垃圾堆砌而成的石碼高島 它原先是兩座粉裡的小島 在1999年的時候 新加坡政府就決定要把垃圾焚燒後的灰燼 載到這座小島上來掩埋 久了之後這兩座小島的島嶼就連接起來了 它的總佔地面積是350公頃 當局強調這些灰燼是沒有臭味的 也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 當地還有生氣勃勃的紅樹林生態 也因此獲得了伊甸垃圾園的美名 只是最近幾年新加坡的外來人口大幅成長 垃圾量也跟著暴增了 所以初步估計到了2035年 這一座島嶼就會被填滿 鳥兒展翅盤旋 朝鮮維生態活力十足 讓人出神的美景 來源其實是滿坑滿谷的垃圾 新加坡面積只有2.6個台北市大 地小人稠難以消化 大量垃圾 當局1999年起把垃圾灰燼拿來填海造路 為了避免廢棄物滲透污染海洋 其平方公里大的掩埋廠射了泥網 並塗上厚厚的防滲膜 造就了石碼高島 因為環境優美 又被暱稱為伊甸垃圾園 然而 這是第一層的土燃圾園 約90%的土燃圾園 已經完全被填滿了 預計石碼高島到了2035年 將完全飽和 比表定時辰早了整整十年 激烈土地競爭下 當局也找不到新空間 垃圾要往哪裡去 成了迫在眉睫的問題 我們在想要 把灰燼整個馬卡爾 把灰燼轉化為建材 或用來鋪路 能延長掩埋廠使用年限 卻不是永久解方 衣服不能在這輪圈 這是新的 移民造型 新加坡2022年製造了740萬公噸垃圾 55%以上被回收利用 表現亮眼 但最大宗的塑膠廢物 回收率只有6% 原頭清淨 遠勝過事後 為了處理傷痛腦筋 當局希望透過宣導教育 2030年前 把新加坡的垃圾回收率 衝上70% 大愛新聞 超凱文編譯 美國有一名男子 三年前因為摔傷 而造成半身癱瘓 不僅沒有辦法移動 也失去了知覺 如今在AI結合醫療的 技術發展之下 也成功地幫助他 恢復了部分的 守護功能和知覺 努力伸出手掌 與妹妹握手 看似簡單動作 卻讓大家熱淚盈眶 時隔多年 恢復知覺 托馬斯心中 既是感動也是激動 我擦了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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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只是等待 我擦了我的眼睛 所以我擦了我的眼睛 美國一名45歲男子 托馬斯 三年前在泳池摔傷 導致胸部以下癱瘓 無法移動 也失去知覺 原本被宣告 終身無法康復的他 卻靠著AI技術 成功恢復手部知覺 再次體驗 擁有觸覺的珍貴 透過手術將AI晶片植入大腦 在雙神經旁路搭建電子橋樑 讓大腦和脊髓間的訊息 再次流通 托馬斯只需想像動作 經過電腦和人工智慧演算法 刺激身體做出相同反應 醫療團隊指出 托馬斯是醫學界史上第一位使用這項技術的病患 帶技術成熟 甚至可用於治療失明 癲癲等疾病 將想像力化為行動力 不再是精神喊話 如今也能用在醫學領域 渴望造福更多人群 帶新聞王家正編譯 這個週末在彰化體育館登場的 《五浪一髮水送金藏》演繹 完美呈現的是活法與藝術的結合 而每一個場次都有一千六百人共同演繹 要從博典故事到慈激愛的足跡 這一幕又一幕都觸動了在場觀眾的心 無論生命有多長 我們更要分秒必爭 回首來時路集結眾人心力 讓醫院從無到有 三年無困計劃 送愛到太北 輔導農耕 幫助當地人自力更生 演繹來到第四場 依舊維持高水準 時而動人優美 時而展現強大氣場 它是一個非常有內涵的表演 而且會進化人心的表演 這個沒有給錢補了 有錢沒得買的 沒得看的了 我整頂都說要買白骨紅紅紅的 不敢不敢 六百歲而已 怕紅秋呢 有年輕之工去年曾經參與高雄場演繹 主動製造成功 主動補位讓演出更加圓滿 其實從高雄場走到中區場 我會覺得髮水越來越精準 其實在資深旁邊你會看到 那個他們都有年紀了 那我們真的要手牽手把他們拉在一起 縮小自己各盡良能 大中區無量易經髮水送 時時刻刻啟動人心向善 大海新聞歸零 李月為彰化報導 為了要讓所有的觀眾都有最舒適乾淨的空間 在活動現場也設有環保組 接下來要帶您看這一群在幕後默默復出 勞苦功高的志工聲音 快步走過回廊 巡視每一個角落 有垃圾或回收物立刻處理 我得之前戴下去 演藝會場內外 可以看到一群穿著灰衣的志工 來回穿梭不停歇 他們是辛勤的環保組人員 為維護演藝會場內外清潔 環保組在體育館共設置了五個點 負責環保分類 回收與宣導 每一天都有差不多40人 來到這裡就是把垃圾資源回收 分類清楚 然後拿到環保站再次的分類 今年65歲的志工朱秀麗 是一位美髮師 因為參加易檢走入慈濟 這次他參與法海區演藝 也把握因緣投入環保組工作 環保組志工在幕後默默付出 讓所有前來的觀眾 能在最清淨無染的場館裡 感受精臟演繹的莊嚴氣氛 大海新聞 張桂端 國際宗 彰化報導 讓人請早 今天與雲家地區的志工 來進行溫馨座談分享 下一節新聞就要帶您來看 先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到新聞現場 輕鬆飾 别以为忽视丹丹 就能养入虎口 手机 猫虎也能回头 当我坐在船窗边 朝和尚望去的时候 突然一片骚乱 原来是船上厨房 逃脱了一只家禽 正狂乱地朝对岸逃去 无情地追击者 抓住他的脖子 兴高采烈地将他带了回来 我告诉厨子 我的餐食 什么肉都不要了 如果我们虚心承认 人类不是唯一具有个性 不是唯一能体验喜悦悲伤 痛苦绝望的动物 我们就不会高傲地将剥夺动物生命 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吃的肉 是恐惧 痛苦 死亡的结果 我从此不再吃肉 可以跟我做朋友吗 可以带我回家吗 请告诉您的孩子 葡萄长在树上 但香肠不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既然告别如毛银血 就不应吃肉才对 见其生 不忍见其死 闻其生 不忍拾其肉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这一节新闻要带您看到的是 为了要帮助经济弱势的儿哨 刺激在各地都设有 客服班和营队成长班 结合了课业还有心灵辅导 就是要帮这一群孩子们 透过教育来翻转人生 周末假期 平日夜晚甚至寒暑假 志工协助特殊家庭学生 一对一客服 已经13年 我们的老师往往都是自愿来的 自己到咨询室说他要来 那有的是亲朋还有介绍 老师们的爱心都很够 耐心都很够 我们不但提供他有关于 学问方面的不管是哪一科 我们还贯注他人文 不管是他毕业到哪个学校去 他会把我们实际的一些人文 给带出去 国三的小品隔代教养长大 刚到客服班时 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会 现心成绩大迈进 他刚进来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怯懦 然后内向的孩子 因为老师的指导以后 他很肯努力 所以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他 考试一次比一次进步 小品跟着阿嬷开始做志工 因为成为我们的个案嘛 那我们就开始去陪伴他 接引他来带他来这边 一起做福田就越多越欢喜 阿嬷一个孙子在这里 把人家 大家这样 建人 把人家帮助 阿嬷也要有用的时尚 就来这里回馈 辞职这些人 也可以拿什么纸 介绍 正值青春期的小慧 爸爸意外往生 家中负债 重大变故 根本无心读书 志工拉他一把 我这三年来 学习英文的那个经验 还蛮好的 所以他会让我更有自信 一步一步提升上来 到高三的时候 我们暑假还有人上课 他也很认真去学 考试有进步 他就有信心了 你好 你好 三年来志工课后辅导 更使这个家温暖地依靠 困难的时候 都是也才帮忙 就让我觉得在台湾不负担 有一个比亲人还亲人 他帮你在你困难的时候 或出现什么困境的时候 他可以帮你忙 我就觉得很安心 当时妈妈心情很低落 也要关怀 我们就是要给孩子 一个爱的港湾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让他们有信心 那个自信心才会陪伴他们一辈子 志工多管旗下关怀 陪伴逆境中的孩子们 重拾自信 翻转人生 大爱新闻学类林道明 高雄报道 21年前 云林慈禁志工成立了 青少年志工博物队 他们带着孩子到机构 来关怀长辈以及弱势家庭 为的是要培养他们的自信 以及责任心 而今天志工也与上人分享 在长时间的观察 他们发现曾经是关怀户的孩子 也懂得翻转手心 这首歌曲 我的名字叫勇敢 就像这一群志工服务队的孩子一样 充满自信 大三的林玉杰 国中时爸爸往生 单亲的他和弟弟 跟着阿公阿嬷长大 八年来 志工是他生命中的光 看见我的架势 别有机会去承担干部 感受到大家的满满的爱 他很阳光 他就是会自立自强 那在这里他得到爱 得到正向的观念 21年前 云林成立青少年志工服务队 带着孩子到医院当志工 到荣民之家关怀长辈 之前还没有来 那个慈少的时候 我会对家人大小声 但是之后我就 在慈少中我学到 就是要对说好话 做好事 然后发好愿 他们是年轻 可是我就是 用迎对这种模式 可以让他们很快 就进入状况 然后学习承担 爱的能量需要传承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 爱在他们身上 闪闪发亮 大海新闻将据料学信 嘉义报导 把天下的孩子 都要当成是自己的孩子 来教导 上了野青年 每一位老师或志工 都是要成为典范 而这个月中旬 第二代环保教育车 在嘉义登场 今天导览志工 也和上人分享 这一段期间的收获与心情 透过多媒体互动游戏 了解极端气候 全球暖化危机 第二代行动环保教育车 日前在嘉义市登场 承担导览志工的曾宇童 分享心情 眼泪止不住地流 同样负责导览 今年16岁 来自美国 如素的赖伟明 用流利中文导览 12岁的蔡仪华 跟妈妈都承担导览 参加亲子成长班 从害羞变得落落大方 去了五天的导览分享 我很有成就感 因为让更多人知道 环保很重要 跟陌生人在表达的时候 更大方 然后更有自信 嘉义慈悸儿童亲子 成长班课程丰富 让孩子练习洗衣服 学习打扫等等 班主任邱长梅 早年带孩子参加课程 因为感动 投入慈悸 多年来默默在教育耕耘 以前是教育孩子 那现在的话 因为有家长的投入 所以家长知道 孩子在学什么 孩子那回去的时候 可以跟家长讨论 老师就如父母一样 那父母心呢 疼惜孩子 还要 还要连天下的孩子 那一种的爱的能量 总是要汇合在一起 老师心 老师心 菩萨心 上人其勉 每位老师都成为典范 用爱的教育成长孩子智慧 大爱新闻 黄子玲玲新红 嘉义报导 2017年的今天 逆沙台风重创南台湾 造成多处地区淹水 而慈激志工 是提着物资来关怀受灾居民 2017年7月29号 中度台风尼沙来势汹汹 在宜兰登陆后 花莲和平电厂输电塔 应声倒塌 花东部分地区 多处断电限电 南部降下好大雨 积水沉灾 高频紧急撤离5000多人 南部地区志工 紧急打包物资应急 三十号强大风雨 全台停班课 屏东沿海时雨量破百 低洼地区一片汪洋 志工乘坐小艇 深入积水灾区送热食 便当来咯 便当里面的桶子 可以接吗 有桶子吗 马心咯 要往便当呢 再多拿一个 水深一层楼高 靠水桶接驳物资 缺水缺电 精水未退 能吃上一口满满青菜和热饭 是暖心人情味 我知道很好吃 因为我每次在那边 淹水的时候都送过来 有啦 要淹水吧 有啦 要淹水啦 这你淹水口 我们这里都没有淹水 至宫列队深入受灾区 清理家园 安心家访 把所有缘的家具人 我们协助他们 把它清出去 这是我这个凡人疏忽 因为要这样 好 大家很幸福 高平灾区7月28号到8月1号 五天来 此季动员5400人次 风互助度过难关 女士们和女士们 欢迎来到 Cornland-Jorchee 庆祝园 2015年7月29号 海地幼儿园启用 很重要 因为我没有在家里 所以我会在学校 因为我会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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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在学校 谢谢你 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 NiHash 再见 亮丽的建筑 是贫穷的索利诺区 新希望 启用后 慈祭正式交付女童军协会 2010年海地大地震 当时幼儿园成了垮塌的废墟 师生搭起塑胶布和木板 勉强上课 2012年10月 慈祭园建洞土 我认为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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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 实际对这里的贡献 可以说不断地 不断地再继续 历经三年龐期 平民区里的崭新建筑 占地285坪 规模足为提供小学 及成人职训 是教育基地 更是坚固的避难中心 1998年7月29号 八牛海啸池云 慈祭却同中华民国外交部 组成勘灾团 进入巴布亚 牛吉内亚 17号规模7.1强震 引发海啸 造成2200多人死亡 上千人轻重伤 空拍所见之处 全被海啸侵袭 8月曾经支援当地医院 医疗人力 9月台湾澳洲志工会合 展开首次大型物资发放 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工具 所以现在 在这段时间 你们都会给予我们 谢谢你们 台湾人 尤其是你们的建筑 台湾人 和台湾人 我们努力去启发 这个人的善心的时候 我想这是可以 不会这样影响 提供医疗 农具和建物工具带 协助重建家园 隔年海啸灾民雕刻 具有声意义的传讲 透过外交部宋交辞积基金会 感念不远千里援助的情谊 贝利宾资金志工 结合当地的医疗团队 在纳毛市举办了议诊 三天下来服务超过了2700人 先休息一下 稍后马上回到新闻现场 我喜欢你的 与世无争 我爱你的 负责 温440人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是你最坚强的依靠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如果不是那场火 我会给你最温柔的拥抱 这声响不是我的步履 是冰原孝氏的印记 高温冰落 我坦诚相见 如果冰原融化了 如果海平面上升了 母亲地球的容颜 是否此代已久 我是树情海豹 我的孩子出生十三天 还不会游泳与米食 因为海冰变得又薄又碎 他们坠入海中就淹死了 那是我怀胎十一个半月的孩子 气候难民 下一个会是你我吗 这幅达威西的话 世人充满揣向 这段达威西的话 世人是否勇敢 他说 人的确是禽兽之王 他的残暴胜于所有的动物 我们总在生死关头 希望众人集气 给我们勇气与祝福 但是 当他们面临生死关头 谁来为他们集气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 明君 气象看大海陪您聊天气 大家好 我是李明君 都苏类台风刚走 卡努台风接着来 卡努目前还是轻度台风 气象主要预测 后天可能增强为中度台风 最新的位置在鹅兰比 东南东方1530公里的海面上 以每小时16转21公里的速度 朝北北西前进 最有可能会从台湾的北方海面掠过 而是否会发海上警报 还要观察 度数位台风今天消失了 但是引进了南风 带来水气 加上午后热对流发展旺盛 气象局下午发布了大雨特曝 5点多又针对台中市 发布了大雷雨的讯息 台中市的大度区食雨量 超过了45毫米 而明天南风持续带来水气 东部 恒春半岛 还有外岛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西半部也会下雨 只是比较零星 中午过后各地都可能会有 短暂的雷阵雨 西半部还有山区要特别注意 可能会有大雨 而周一降雨才会缓和 周一剩下基隆 北海岸会有零星的降雨 东半部还有南部地区 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的雷阵雨 西部清晨也可能会飘雨 而周二周三开始受到卡努台风 外围环流的影响 西部地区整天都会有明显的降雨 东半部午后会有雷阵雨 周四到周六 中南部局部短暂雨 各地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的雷阵雨 降雨的状况还是要看台风怎么走来决定 杜苏瑞带来丰沛的雨量 屏东泰武乡降雨更超过了1500毫米 水库大进涨 翡翠水库蓄泽力达到了74% 德基90% 但是增稳水库只有19%还是非常的缺水 嘉义台南依然是减压供水 所以要持续的节约用水 Song Follow Me为您掌握天气的重点 南风持续带来水气 不稳定的天气会持续到周一的上半天 而明天大部分地区都会有短暂雨 或是午后雷阵雨 特别要注意的是西半部还有山区 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 而今天最高温在基隆36.4度 随着云量增加会略微降温 明天各地高温在31到34度之间 而卡努台风的外围环流 周二就会影响台湾 影响了程度气象局密切观察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菲律宾贫富差距非常的大 对于经济困顿的居民来说 要到医院来看诊可能都是一种奢求 现在慈激之工结合了当地的医疗团队 在纳毛市举办了议诊 提供了牙科和眼科等等的服务 三天下来服务超过了2700人 纳毛市菲律宾的第三大城 慈激再度来议诊 这也是慈激第246场大型议诊 173位医护和志工从马尼拉 三宝岩 素雾和伊朗等地前来 为凭病守护健康 一位妇人因为糖尿病截肢 坐着轮椅来到现场 医师开了糖尿病还有高血压的药物 希望可以控制病情 不止医疗服务 有人很早以前就接受过刺激帮忙 现场有一群年轻面孔 他们是大学篮球队 把握机会 行善助人 提供场地的纳毛中华中学 上上下下136人次帮忙 菲律宾医疗费用昂贵 有些人一辈子都没去过医院 没有看过医师 这一次的一诊服务2750人 大家乐于回馈 同百姓爱 大爱新闻 菲律宾综合报道 而镜头转向斯里兰卡 政府在去年宣布破产之后 本来生活就很贫苦的人 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苦 小病也都拖成了大病 慈激人议会前往当地一间乡村医院 举办了慢性病筛检 要为居民的健康把关 剪下纸条做成号码牌 民众等候井然有序 慈激人议会志工从可伦坡 前往卡鲁特勒区的内博达医院 举办慢性病筛检 咽血前必须空腹十个小时 志工特别借用医院厨房主舟 让大家抽血后果腹 周车劳顿就是希望 早期发现疾病可以早期治疗 其实NCD是我们的梦 我们在15岁 开始NCD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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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苏智基基建议 给这个社区 地方政府提供牙科巡回车 包括拔牙和洗牙 总共服务40人 医护透过卫教提醒大家 必须改变饮食和生活习惯 从根本找回健康 我们在未来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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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來進行專題演講 署長說搜尋者聞聲而來 救拔苦難就是佛教的利他精神 搜尋者最終系列 溫馨公寓 描述幾位流浪漢被志工聚在一起 從衝突到互相扶持 我沒有錢 沒有房子 沒有情人 才可以在這裡住 那我什麼都不要 暗角人生的改變 是志工不厭其煩的仿式關懷 慢慢把溫暖注入心中 慈禧大愛的所有師兄師姐 因為有你們 這個社會才更好 謝謝你們 讓這個世界看到了台灣的愛 如果我們心有餘力的時候 真的 他們的精神是我們該學習的 外面的方向更大 也都會過天 演員們用心詮釋的搜尋者在城市中不停穿梭 無私利他正是佛法精神的展現 哪裡有苦難就往哪裡去 然後去陪伴他 去關懷他 去幫助他 所以搜尋者或許可以這樣說 下搜苦難需要幫助的人 尚尋佛法真理的智慧 因為我們只要付出一點時間 一點點心意 人家就會得到無限的溫暖 我覺得我真的非常的滑行 那我覺得生命有價值 所以這是我堅持的力量 尋生救苦 心善助人 付出愛心不只是志工 你 我 人人都是不可少的搜尋者 帶來新聞 黃文綺 中江坡 花蓮報導 醫療議題要來關心 癌症是長年蟬聯台灣十大死因的第一名 其中肺癌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現在藉由AI科技 國委員是開發了影像的輔助系統 協助來判斷肺結節的大小 以及節省醫師的判渡時間 肺癌是癌症死因第一名 低基量電腦斷層掃描 可以揪出早期病灶 但照出來的影像近400張 醫師判斷很耗時 國健署攜手台大 利用AI開發出影像輔助程式 我們不同的醫師 或者是同一個醫師 不同時間去做偵測到節節的測量 他可能他測量的大小會有不一樣 這可以提升使用這個軟體的 醫師的判讀的一致性 台灣推動癌症登記超過40年 但項目複雜 建構耗時 未來癌症登記系統 搭配AI輔助程式 提升癌症登記師的作業效率 協助這些癌症登記師 怎麼樣能夠從醫院的 自行的電腦資料庫裡面 直接崛起相關的資料 帶入相關的藍位以後 能夠輔助縮短有效的 更精準的來做未來的 癌症登記 用AI的這個NLP技術 它可以去辨識不同的癌症 然後不同的藍位 我們就要去討論說 這個藍位他們在填的時候 通常是抓切片的報告 還是抓手術的報告 AI運用越來越廣泛 不只帶動科技應用 醫療專業判斷也更精準 搶救更多寶貴性命 大愛新聞 周末如簡言及鄧英中 台北報導 以上是今天的大一安新聞 稍後要請您繼續收看 人間菩提 我是李思萱 我們明天見 晚安 大愛!